秦剑出窍 历来引人清醒 不要随便 这是傅大龙第一次出演秦王 就奉向了巅峰级别的演技 公元前334年 秦国内忧外患 以甘龙都治为首的旧部势力 反对商居新法 迫使秦王迎世车裂了商鞅 在此之后 迎世三年不问政事 折服三年的迎世终于走出了身宫 主持国政 恰巧遇到魏国使臣前来觐见 原来魏国与齐国在蓬城相亡 就是各旧和国互相承认秦王的意思 特别邀请迎世前去当观众 迎世看了一眼魏国的国书 反问使臣 如果秦国也想相亡 魏国是否答应 其料这个魏国使臣来的时候 可能没带脑子 既然大言不禅地说 如果能将和谐之地归还魏国 作为秦王的礼物 那么魏王必然答应 割地如割肉 有追心之痛 吃果之如 我是去相亡 又不是去臣服 秦军今日不舍 大不了我王 则是统兵讨地 到时秦军 追心之痛 失果之辱 也是 秦国的大将迎华 看见他这么嚣张 立马拔出宝剑 架在他的脖子上 魏使立马没有了 刚才嚣张的气焰 看到魏使服软 迎世也开始出言嘲讽 你怕剑 你怕剑 贪和还地 迎世示意迎华收回宝剑 不要把宝宝给吓哭了 迎华 勤剑出鞘 历来引人清醒 我是用来吓唬娃娃的 不要随便 位置一看面子挂不住了 立马表示要回魏国 其实魏国以齐国相互称王 不过是想借此 缓解秦国东晋的压力 秦国之变法以来 平民可建功立业 奴隶可分侯败相 国力大成 魏国派使臣前来递交国书 说自己与齐国相亡联盟 无非是让秦国心生忌惮 其料秦国也准备了一份国书 让使臣带给魏王 新闻 为齐两国相亡四海 请 情虽必须惜语 素有清静中原之心 可这份国书 却激怒了太父干龙 老干认为 这是秦国朝政慰问 而且历代先军都无称王之心 这个时候秦王会招来各国的敌队 害了秦国 迎刺一听 立马站起身怒怒老干龙 秦国发交平平 强自讲 弱自亡 为其相亡 欲再结盟亏我大秦 当此时 我大秦若仍守旧地 遵旧志 闭关狗活 何欲于坐骑待毙 立位 那寡人才真的害了秦国 秦币 尊商君之志 那么秦法是否一尊商君之法 经我告诉你 我告诉诸位 商君之法 非顾虑苦民之法 乃复国强民之法 请不尊人 听到这里 老干气得挥袍而去 这次就职的大臣们立马跪地 请求迎市改变主意 其料迎市根本不买账 甘龙回到营帐 就叫来了杜志 开始怒骂人士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迎市这三年早已运筹为卧 做了充足的准备 咸阳若有危机 可否随时掉 食言咸